哈喽大家好,我是涛哥,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恐怖电影,解除好友2,暗网 这是一部没有鬼怪,且贴近生活含细思极恐的恐怖电影 好了,故事开始 男主正不断的尝试打开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密码 就在男主一次次输入密码都已拒绝访问告终后 他突然发现该电脑的用户名为一个问号 随后男主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使用了问号作为登录密码 结果还真让男主进入了电脑 接着进入电脑的男主开始设计口语翻译软件 没过一会儿,男主便完成了设计 于是心满意足的男主与龙雅妹接通了视频通话 原来龙雅妹是男主的女友 男主费尽心机就是为了与龙雅妹交流 但是这样的软件并没有给龙雅妹惊喜的感觉 反而让龙雅妹觉得男主在投机取巧 没有好好地学习手语课程 正当两人的气氛尴尬时 网络突然发生了故障 两人的视频通话因此被迫中断 接着男主在电脑上发现了一个名叫荣卡四的脸书账号 等到好奇的男主刚刚登录时 荣卡四的账户就收到了许多好友的消息 就在这时,男主的同学群组发来了视频通话 随后正当男主和几人聊得津津乐道时 电脑突然又发生了卡顿 于是男主便找到了好友询问电脑的问题 在好友的帮助下 男主去查看了电脑的储存空间 果然男主发现了电脑中的隐藏视频文件 这些视频都是从一些奇怪的视角拍摄 看起来好像是监控偷拍而来 接着正当男主和之前的那群同学视频聊天时 荣卡四突然用另一个账户给男主发来了消息 要求男主马上归还电脑 本来男主还想狡辩 这台电脑是从二手市场买来的 但是当荣卡四要求拿出购买连接时 男主就没了办法 无奈的男主只好约定 荣卡四到之前放电脑的地方去取 随后正当结束了绘画的男主准备出发时 电脑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卡荣68的消息 信息中卡荣68询问荣卡四是否还在做之前的事情 并且表示马上就会给荣卡四的账户汇钱 随后在卡荣68的指引下 男主打开了一个网站 并且还将电脑屏幕分享给了正在通话的同学群组 看到男主的屏幕 电脑另一边的IT哥来了兴趣 IT哥解释道 这个是暗网 是一个提供非法交易 甚至是买凶杀人的平台 随后在同学们的询问下 男主不得不说出了电脑的来源 原来这是男主在失误招领处顺手牵羊而来的东西 就这样男主将之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众人 并且还向众人展示了他在电脑中发现的隐藏视频 随后几人在电脑中发现了一笔几分钟前汇入的比特币 而这笔比特币的价值竟然高达一千万美元 之后男主又接到了卡荣68 想要在一个人的脑袋上钻动的请求 这时男主才意识到 卡荣68是来找荣卡四做杀人的买卖 随后男主在电脑中发现了荣卡四之前残害别人的视频 而在最后一个视频中 荣卡四溜进了一个女生的房中 在镜头前只留下了半张脸便结束了视频播放 看到这个视频 黑妹推测可能现在这个女生还活着 黑妹猜测荣卡四将这个视频传到暗网 就是想要让出价高的人来决定女生的死亡方式 就在这时 荣雅妹打来了视频电话 但是等男主接通后出现的并不是龙雅妹 而是龙雅妹的室友 出于担心 男主便让室友帮忙去看一看龙雅妹是否安全 但是还没等男主说完 电脑屏幕突然就黑了下来 等到再次亮起时 一个神秘人出现在了室友的身后 随后神秘人将室友绑架杀害 并且要求男主归还电脑 原来这个人就是一直与男主联系的龙卡四 接着龙卡四威胁男主不要透露任何关于他的事情 至于还电脑的事情 男主可以让龙雅妹到男主的家中 而龙卡四则会跟随着龙雅妹前去找男主当面接头 说完这一切后 龙卡四便离开了龙雅妹的房中 冷静了一番后的男主回到了与同学群主的聊天 并且以恶作剧的借口阻止了众人报警 而之前那些视频男主也称是恐怖电影的片段 与此同时 男主哄骗龙雅妹乘地铁来她的家中 而同学酱油妹也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离开了视频聊天 想到被龙卡四残害的女生 男主便在网上翻阅起了关于失踪案的新闻 很快男主就发现了最近失踪的一名女性 正是与龙卡四聊过天的女生 而这个女生正是最后一个视频中的受害者 接着男主受到IT男的启发 注册了一个账户 并且将龙卡四账户里的钱全部都转移了过去 以此来威胁龙卡四不要伤害龙雅妹 本以为这样就会让龙卡四妥协 没曾想却惹上了更大的麻烦 原来这笔钱并不属于龙卡四 男主这种转钱的行为只会导致更坏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就是暗网护盾会杀害所有看过这些东西的人 很快男主就收到了暗网护盾发来的身份确认信息 在将龙卡四所说的安全码发送后 暗网护盾便退出了对话框 随后当男主再次返回与同学群组的聊天时 一个网名叫卡荣一号的人加入了他们的群聊 紧接着酱油妹坠楼身亡的视频 突然谈到了男主的电脑中 随后眼看着同学黑妹拿起手机想要报警 男主不得不向众人谈漏了事情的真相 现在的他们能做的就是装作完全不知道之前事情的样子 等到龙卡四来取回电脑放走人质一切就结束了 听完男主的讲述 IT男让男主把电脑的管理权限交给他 想要通过查询电脑之前的位置来找到那个失踪的女生 在这期间 IT男还将电脑中的犯罪证据备奋了下来 没过一会儿 正当众人装模作样的玩游戏时 突然有关酱油男反动言论的视频谈了出来 因为酱油男经常在网上上传自己的视频 所以暗网护盾就截去了酱油男视频中的部分 拼凑出了这样的一段视频 很快警察就来到了酱油男的家中 随后暗网护盾操控酱油男的电脑 播放了一段子弹上膛的声音 酱油男就被警察打死领了盒饭 与此同时 男主收到了龙卡四发来的信息 因为事情已经白漏 所以龙卡四便想要撕票杀死龙亚妹 看着交集的男主 白妹出声让男主不要担心 之前离开的黑妹就是到地铁站去接龙亚妹下车 但是还没等男主冷静下来 电脑中就开始播放了两段视频 分别是来到地铁站的黑妹和白妹的母亲 接着暗网护盾让白妹来决定谁生谁死 还开始了倒计时 随着倒计时成为了灵 没做出决定的白妹导致了两人双双死亡 而白妹也被悄然出现在家中的人所杀害 强忍着内心的悲痛 男主拨通了龙亚妹的视频 并用生硬的手语让龙亚妹前去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之后男主便出门前去与龙亚妹碰头 而另一边 IT男使用男主的电脑与暗网护盾对话 想要用手中掌握的犯罪证据来威胁暗网护盾 但是暗网护盾并没有回复 而是直接将龙卡四的面容辟成了男主的样子 紧接着 一个黑衣人将失踪的女生放在了男主的家中 这时IT男才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栽赃嫁祸的游戏 当男主拿走电脑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成为了这个游戏中的人物 此时龙亚妹也被暗网护盾骗到了别的地方杀害 而另一边 暗网护盾不仅杀害了IT男 还操纵IT男的电脑伪造了一份遗书 内容大致是将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嫁祸到了他们的身上 电影的最后 男主的生命被暗网的投票系统决定死亡 而发生在男主身上的事情 不过是暗网组织的游戏之夜第十四期的直播 不知道下一个被直播的人会是谁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出品来自发生的最后 短期资格国内自发生的最后 出品了 进展愎版本